大王 元帝部族偷袭兵士 全部捕获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不考 大王 我们与元帝部族数次交战 每次都是我们打赢 每次您都放了他们 这次不能再放了 要给死去的将士一个交代 我说过 要感念元帝的恩德 不能轻易杀他的后者 可死去的也是我们的族人 兄弟们都在争战中死去 大王 不能让他们白死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住口 住手 我是元帝部族的王 你可以杀我 但请放了我的族人 大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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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戚 放了他们 大王 神农是世衰 各诸侯相争暴虐百姓 是声名陷入战乱 饱受苦难 你我两族 本就是一家人 恩应同心同德 如今各部族相争 早已不复当年盛况 我数次交战 也是为了能够再次实现天下一统 民生安定 国族善战 你族善更 只要两族一统 就可安定天下 百姓就能免于战乱 好 自今日起 我炎帝不足 与皇帝不足 同归一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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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皇联盟 共备天下安定 七仇大王 延皇联盟 延皇联盟 拜延帝 拜皇帝 拜延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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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乃史记之开篇 记载了中华民族人文十足 皇帝的生平 四千多年前 延皇合体 诸侯兵存 开创了民族融合 安定一统的上古制式 此后 全世界华人 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延皇子孙 这个名字 千年不改 万年不变 多云 多云 太阶子孙 太阳子孙 太阳子孙 太阳子孙